太难了,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去看一下这一段时间我们河南农民有多难 大家好,我是小夕,大老远就看到两条水管深进了田地 按以往的想法来看,这是在给农田灌溉,不足为期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,这是在抽田里的雨水 这是附近的一位老伯,老伯种了十亩农田 由于最近河南联名大雨,玉米田里已经灌满了水 有的水深已经淹没了半个玉米结果 老伯说今天下午雨水停了,就开始注入抽水了 不过水位下去的很慢,有可能抽水功的要吃鱼到凌晨 老伯说田地里的土壤已经饱和,多余的雨水渗不下去 田里的雨水不及时抽出去的话,太阳溢出来,玉米结果都会被吓死 老伯为了抽水,准备了三个水泵同日抽水,结果尸不随人院 三个水泵坏掉了一个,现在只能用两个水泵抽水了 当谈到今天晚上还有暴雨的话题时,老人无奈地看向前方的乌云 留下了一长串抽中的叹息声 接着他发视频的时间,我们这么的雨水依旧在下 再来让大家看看市区的雨水天光 来感受一下,人类自然在海面前是多么的渺小